大家都知道第一季的亲爱的客栈邀请了五位嘉宾 一对是已经结婚的夫妻刘涛和王柯 还有一对是正在热恋的情侣亲子和老季 剩下的一个就是单身狗陈祥 当时大家有很多人不是特别的理解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节目中要邀请一个单身狗呢 但是这也可能是电视台 为了收视率的一种方式吧 第一期的收视率非常的成功 刘涛和王柯这对稳重的夫妻 亲子大傻子这对经常伴随 但是又十分甜蜜的情侣 还有一个非常多才的陈祥 现在第二季马上就要开播了 听说第二季的明星阵容是这两对 其中的一对夫妻是张杰和谢娜 一对情侣是张杰和何景田 但是好像大家都不太支持他们两对去 毕竟亲爱的客栈是一个有毒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的一起 那么多年的青子大傻子分手 并且有被爆出来陈祥出轨 所以大家都特别害怕他们去这个节目 自从陆涵和关小彤在一起 以后有部分网友时时刻刻 都希望他们两个分手 所以有很多网友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去这个节目 总归这些还是开玩笑的 大家都还是在一起 以后的人都好好的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都是偶然 不是真正的必然的 王科和刘涛参加完这个节目 以后人家两个事业步步高深感情也甜如蜜 那如果都说这个节目有毒的话 那他们两个的这个现象怎么说呢 除了有大众舆论以外 所有任何的感情全都是看双方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在一起的时候 那可能分开是最好的结果 其实作为小编 小编还是挺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去这个节目的 娜娜是疯疯癫癫的那种人 她可以给这个节目增添不少的色彩 张杰又属于比较成熟稳重的人 甚至可以担当起厨房的重任 人们常说实在中国 未在四川 毕竟他们两个都是来自于四川 并且她唱歌非常的好听 也可以让观众饱饱而服 但是小编是有点担心的 张杰最近正在开全国巡演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摞制这档综艺节目 娜娜还要在家照顾孩子 毕竟两个小宝贝还小 但是如果他们两个真的能参加这档综艺的话 那收视率就直接爆了 还有一对就是张继科和景田 这也是在娱乐圈出名的恩爱情侣 这是娱乐界和体育界的一个结合 如果他们两个来的话 也非常的不错 以前看今天其他的综艺节目 觉得这个女孩十分的勤快 性格十分的豪爽 作为运动员的张继科 绝对是干活的一堡好手 张继科也非常的喜欢唱歌 在跨界歌王的舞台 尚和娜娜还是对手呢 她和张杰也可以经常唱唱歌 讨也讨也生活的情操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录制这几节目的具体人员 大家希望他们能来 相信这也是大家最大的愿望 最后不管是谁来 我这样子特别说的 我这样子发明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